TOYS被超派揍的事件 我第一個念頭真的是 下一個會是我 用超派鐵拳揍了他一頓 太多人都在支持超派 非常多人覺得超派鐵拳是正義的展現 單就這整件事情 他就只是一個單純去餐廳吃飯 然後說東西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 惹毛老闆他就被打的人 他是一個受害者要被譴責 這是我感覺到非常匪夷所思的社會風氣 這件事情我完全的站在TOYS這邊 就是我反對以暴致暴 TOYS被超派揍的事件 我第一個念頭真的是 下一個會是我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說在市面上 懸賞獵人名單 第一個想要揍的人是TOYS的話 第二個一定是陳怡 就是陳三菊的 我想說 還好TOYS先被揍了 難道下一個是我有點害怕 我個人對整件事情 還有我一直以來的立場 就是我反對以暴致暴 如果每一個人你們都覺得 只要我看他不爽 我覺得他白目 我就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 他被打就活該的話 那大家走到路上人人自圍 我非常的震驚 是太多人都在支持超派 尤其超派呢 一本震驚的出來講說 我就用我的超派鐵拳 講完這句話 再加上後來超派的發文 導致非常多人覺得超派鐵拳 是一個正義的展現 竟然還有不只一個公眾人物 然後出來講說超派打得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糟糕的社會風氣 然後竟然很少有公眾人物 我說可能就是網紅啊 或是藝人 出來挺TOYS的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今天他就是一個受害者 我真的先不論什麼 他之前什麼炸賭這些東西 那就先不論 如果單就這整件事情 他就只是一個單純去餐廳吃飯 然後說東西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 惹毛老闆他就被打的人 他是一個受害者 然後今天一個受害者要被譴責 這是我感覺到 非常匪夷所思的社會風氣 這件事情我完全的站在TOYS這邊